上回书说到侯大侠侯二侠陪着王爷 老少侠义们来到了标局前 王爷一看在门前站着一个人 漂亮 都这么大岁数了 风流倜傥不弱于年轻人 还有这么历老啊 这个人是谁啊 书中按表这位老侠 家主镇江瓜州张家庄 姓张鸣鼎自子美 江湖人称风流侠铁扇心 您看他这兵人 就是他左肋下插着这把大扇子 这个扇子呀 不是为了凉快的 大骨跟小骨都是虫缸的 一尺八寸长 翻不得面 您表面上看着像竹子的 其实不是 这个兵人干什么呢 专门讲究点穴位 右手用扇子 左手跟用剑一样 也是拼着十中二指的剑绝 点穴分几种 四种 每种九手一共四九三十六手 九手清穴 九手重穴 九手醉穴 九手软麻穴 这要让他点上清穴 人就跟差了气一样 不能动魂了 点上软麻穴 点上 不是全身发麻 就是全身软的一点劲都没有 跟过电似的 如果醉穴被点上 如同喝醉了酒 明丁大醉 东倒西歪 要想解这穴位 必须在旁边的穴位上顺了气 才能好 要点上中穴可就坏了 这要点上中穴 也许当时毕命 像华盖学 咽喉学 永泉学 阴交学 甚于命门 天聪百会 这些穴位 轻了的也得重生 重了的是非死不可 这位老爷子五亿高强 本领出众 他的老师是山西太原府 上家台的人 姓上名秉自军横 人称银沟无敌镇太原 您听这外号 家传的十八趟行沟 威震武林 张子美跟着师傅学艺 掌成之后 老师上老侠 就一个闺女 就许配给徒弟张鼎了 上老侠的女儿 也非常漂亮 两口子长得俊 您往后听 您瞧这两口子 长得这么好看 这儿子可就惨了 她这儿子 病态随张方 长得脑袋 跟大蚕豆似的 张鼎张子美 看着儿子心里难过呀 我缺了哪辈子得了 就是宅 宅门两口子 难看的地方 也不能长这模样 张鼎就把这儿子 送在广东 前去学习物意 您别瞧 病态岁 张方长得难看 您望后听 张方的本事可大了 将来能挂印为帅 那么张鼎的师父呢 老来得子 生一儿子 姓上叫上义 小名叫二嘎子 跟父亲学的把事 使得兵人 是亮银双钩 人称银钩太宝 那能力可就比不了 他的父亲了 张老侠呢 跟侯老侠 是磕头的把兄弟 他听说武林人 要在这摆擂台 他正好离这杭州很近 所以他就来到了金龙标局 黄灿一看叔叔来了 非常高兴 把事情都讲清楚了 这爷儿几个就盼望着 曹福林二位老侠道 今天听说二位老爷子来了 所以张鼎张姿美 就带着所有的徒弟 跟标师们出来迎接 黄灿一看师父到了 跑过来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眼泪就掉下来了 师父 弟子无能给师父惹事 您和我叔叔诺大年纪 为弟子奔波 弟子良心何人 哎呀 侯老侠把徒弟掺起来了 事情我已然知道了 并不是你的过错 黄灿起来了 让伙计把马拉走了 安置吧 侯老侠用手一指 王爷 咱们到里边说话吧 声音很低 这王爷出零随便嚷嘛 黄灿呢 就带着大家来到二层院子的北房 北房大 把所有的隔闪全都打开了 一通脸打听 大家落座 洗脸漱口喝茶休息 侯老侠就把张鼎张子美叫过来了 贤弟呀 为了孩子们的事 让你操心受累 来 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 一转脸 用手 一指王爷 兄弟 这位是当今万岁 康熙老佛爷的四皇子 吩咐顾山多罗贝勒佛 拥亲王爷 哎呀 张子美赶紧跪倒磕头 草民给王爷叩头 王爷会行事啊 王爷也喜欢他 真准啊 王爷立刻上前抱住 不敢当不敢当 起来吧 镇元老侠 这位 王爷 他是我的败弟 江湖上有名的侠客 张鼎张子美 风流侠 铁扇线 哎呦张老侠张老侠 久仰久仰 王爷给做了个一 嘿 张子美真没想到 一个皇上的儿子背的爷 怎么这么平易近人 可真不简单啊 老侠把海川叫过来了 张老侠呀 兄弟 你看他没有 他是你二弟的败弟 咱们的好兄弟呀 王府的教师 同林同海川 同林马上跪地就磕头 张老哥哥 小弟 同林拜见 您看同林 跟二侠侯杰这一磕头 这么点的岁数 看见这样的侠客 都叫哥哥 他跟侯杰磕了头 得沾多大的光啊 张老侠用手相掺 哎呦兄弟 我可不敢当 王爷喜欢张老侠呀 张老侠 我跟海川 还有要事 以后如实奉告 还要请 姿妹老侠客 协力相助 不过这次 我是微福出京 请老侠 不要在外边演讲 啊 王爷放心 今后 如果 你有用着草民的地方 我是万死不辞 嘿 王爷高兴 要来一帮忙的 侯老侠 又把李源这些人 叫过来 挨着个儿的 给张老侠 指引完毕 黄灿过来了 小门弟子 从王爷这望下牌 挨着个儿的磕头 侯二侠 也来过来 跟张鼎张子妹见面 然后大家才落座喝茶 侯老侠 让黄灿 把这次闹事的经过 详详细细的 说清楚了 大家伙一听 都认为是攀龙的不对 这个张鼎张子美 正好挨着海川坐着 贤弟啊 我想问问你 你兴一家武术 在王府当教师 怎么陪着这位 金枝玉叶的王爷 到江南来呢 哥哥 您听我说 海川这才把自己 所有的事情 说清楚了 哥哥 刚才王爷也说了 就请您顶力相助了 好 于兄 一定尽力 说了一会儿话 黄灿 这才请示师父 师父 您说咱们家的标还应不应呢 买卖又没关张 为什么不应该做的 你就坐吧 就在这时候 就听外边响起了鞭炮 劈的啪啦的声的大呀 王三虎进来了 老爷为爷 飞龙标局采戒呢 很快就造到门口了 您看看吧 侯朕远一听不高兴了 现在官府允许双方利赖 把擂台立好了 谁输谁赢 难以预料 有设自来乡 何必赢方战呢 上这儿 踩街 震震我们 老爷子沉得住气 黄灿啊 我问问你 攀龙请人了吗 师父 请了 请的头一位 就是八卦山的四庄主 攀龙的钦师叔 铁背罗汉 法禅和尚 哦 还有谁呀 同行同道的 他们都请到了 你说说我听听 师父 有浙江少兴府 镇远标局的标主 神标手黄仙舟 还有他带着标诗伙计 苏州南门外 镇海标局的标主 循海叶车十轮 还有他们的标诗伙计 还有汉口历胜标局的标主 哥俩 陆地仙湖上官轮 他的弟弟玉面小灵湖上官瑞 也带着不少标诗伙计 另外 营口涌发标局的标主 神枪 张四爷张凯也到了 还有辽阳远东标局 三位标主 您知道 这三位是边老乔 侯老配金老兽 也带着不少的标诗伙计 另外就是 关东梁家庄的梁氏三杰 闪电手梁智 电光手梁星 琉璃手梁光 还有镇江府 丹图县 莲花山 河叶岭的寨主 九朵莲花 豆武 豆文志 铁爪鱼鹰左雄 分水 鹿四尘海 另外 就是江西省 甲江义 龙泉物的 王氏三杰 金须铁背 苍龙王增 炸海乌龙王甲 翻江小白龙王铠 山南的英雄 山北的豪杰 他们请了不下一二百位呀 师父 哼 我听清楚了 北侠没来 没听说北侠老爷子到 好吧 你都请谁了 我请谁呀 我就请王山哥 给师父您送去信了 不敢惊动别人呢 瓜州 张叔叔 是因为有事到杭州来 正赶上 所以来到镖局帮忙 好吧 就在这时候 鞭炮响的 更厉害了 屋中说话的声音 都听不见 王爷的脾气 受不了 都急了 黄三的 快领着我们爷们 到门口去看看 请 黄灿带领 大家到门前 王爷 头一个出来 他身份在这呢 望着一站 旁边是老烧 中侠义 王爷一看 呵 这事盘不小啊 标行当中 练武的人 足够几百口子 高的 矮的 胖的 瘦的 黑的 白的 丑的 俊的 真是七长 八段汗 三三五月人 两旁边看热闹的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杭州是个热闹的城市 足够上万的人 前边 是花钱 雇的 指使 全部的指使 金瓜岳父 执掌权衡 后边 有十几个 年轻 力壮的 小伙子 高举着 长竹竿 挂着 万四头的鞭 还有人 在旁边 抬着大框 里边 全都是鞭炮 在后边 就是鼓乐手了 吹吹打打 在鼓乐手的后边 是飞龙 镖局的 镖尸伙计 斩斩新 新衣服 一个个挺胸蝶肚 熊啾啾 气昂昂 撇着嘴 到了金龙 镖局门口 这嘴使劲的撇 都快撇到后倒勺去了 因为标主 攀龙下的画 到了金龙 镖店门前 谁这嘴 撇得最大 回来 赏谁 十五两银子 你想 那谁不撇呀 在后边 有人高举 红螺伞 在伞下 是一城 主意叫 您看中国 南边 抬着叫的 都是两个 棒小伙子 抬着身体棒 俩棒小伙子 抬着 这轿子上 坐着一位 大和尚 这个和尚 要是站在地上 晃荡荡 平顶身高 得够九尺开外 胸宽背后 狐体胸腰 头戳麦斗 面四冰铁 黑中透亮 两道浓眉 斜插入病之路 天仓 一双大三角眼 是朔朔放光 大狮子鼻 四方海口 连斌落塞 一部黄胡须 身上穿着 黄色的僧袍 腰中系着绒绳 高腰白袜子 厚底的僧鞋 在上里插着 白马尾的大营树 狂 一看 这位大和尚 是狂到家了 就在那和尚的两旁 都是请来的 武林人物 走到了 金龙镖局的门口 听住了 这鞭炮 响得更厉害的 咚 啪 啪 啪 震耳欲聋啊 王爷一看 这和尚是谁啊 那么这大和尚 到底是谁呢 就是 潘龙的诗书 云南八卦山 八卦连环浦的 四庄主 法禅大和尚 按说 李太极的门户非常严 那么四庄主 法禅怎么来了 因为潘龙 跟黄灿 按照官方的指点 要摆累了 双方必须拿钱 双方派出人类 跟城里的棚铺 讲好了价钱 让他们按图搭给棚 潘龙回到标局 马上写好了信和清帖 邀请四方的英雄 来到杭州住来 马上给白亮钱 让他带着一封信 昼夜奸程 直奔云南八卦山 得请师叔 这白亮到了金家渡口 进了酒店 金亮 金荣都认识他 白亮把事情一说 金荣不敢怠慢 赶紧带着白亮上船 直奔北岸 到船务下船 顺山道 来到了南庄门 白亮 你在这等着 我还得进去 禀报一声 好吧 时间不大 金荣出来了 把白亮带进去 一直购奔大厅 白亮拿眼睛一看 八卫庄主爷全在呢 白亮进去 挨着个儿的磕头行李 磕完头了 大庄主李坤 李太极就问 白亮 你到此何干 庄主爷 小子白亮 奉标主之命 给四庄主爷 带了一封信 说着他把信 拿出来 双手举过头顶 大庄主爷 请您观看 李太极一摆手 交给四爷 因为这封信 是给四庄主爷写的 法臣赶紧就把这封信 接过来 看完之后 双眉紧揍 众位哥哥 众位兄弟 你们挨着个儿看看吧 潘龙标局出了事了 把信就交给了大庄主 李坤 李太极 李坤一看就明白了 白亮啊 是不是你们看着金龙标局 挣了钱 才开的非龙标局 对不对啊 大庄主爷证实证实 你们又看人家包了鱼贴眼热 你们才包鱼贴 对吗 是是是 没错 是因为你们越境捕鱼 才跟人家争斗伤了人 官方准许利类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李老霞把脸忘了 这一尘大大的白亮 潘龙无事生非建立 妄议品德不佳 你还要助纣为虐 从中蛊惑把事情闹大了 要把我们老哥几个牵扯进去 引起杀人流血 十五林道蒙此奇耻大辱 你们哪 简直就是陆林的败类 你们糊涂 我们老哥几个不能糊涂 来啊 把白亮给我赶出八卦山 过来人就轰 白亮吓得浑身都是汗 这是七庄主 清风过柳柳叶猫 寒中寒殿远 一伸手 哥哥您慢着 我有几句话说 这八卦山的山柜 确实非常严 山中所有的大事 都有李坤 李太极做主 但是也得跟二庄主 三庄主 四庄主商量 或者是大家商量 起码得有三位庄主 同意才能办 李坤一听 就问 韩贤帝 何时 韩中 站起身心 双手抱拳 大哥呀 这标局的事 咱们可以不管 不过攀龙 到底是四哥的亲师职 又是秋田老哥哥的徒弟 秋田老哥哥 跟咱们什么交情 看佛敬僧 我们也不应该袖手旁观 再说了 咱们都是长辈 潘龙派白亮来 可能是跟四哥请 是个主意 要以我说 您看这样好不好 让我四哥去一趟 到了杭州呢 也不见得兵戎相见 让我四哥做主 出头呢 给双方把事情了结了 要这么办 上队的起秋老侠 下队的起潘龙 还请大哥三四 李坤李太极 想了想 好吧 四弟呀 你看看七弟的话怎么样 这个法禅 当然愿意去 弥陀佛 大哥呀 我想应该去一趟 置之不离 也是不对呀 好啊 不过四弟呀 你可不许助纣为虐 把事情分清楚 弄明白了 把事情和解压下来 你呢 就回归八卦山 小弟遵命 几位庄主摆上酒宴 给四庄主建行 第二天早上起来 法禅就带着大弟子铁腿酸泥 谢红谢宝泰 二徒弟浪里浮游高峻 三徒弟当千粉额 南宫桃 还带着两个小童儿 这两个小童儿 一个是金头虫刘勇 一个是银头虫刘猛 这一行人出了八卦山 直奔杭州 法禅大和尚到了杭州 可就坏了 要跟同林同海川三节 一掌之仇